由五统青年团举办的2018青年博览会 尽早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掀开序幕 国阵老二阿摩扎西至此时重申 国阵一旦重新掌权 未来五年内将提供300万个就业机会 包括招聘15000名新警员 此外国阵也会减少引进外劳 限制每一位雇主只能够聘请15%的外劳 目的就是为了鼓励雇主聘用本地人降低失业率 随着大选全面开打阿摩扎西促进国阵青年候选人 不管结果如何都必须继续捍卫国阵为民服务 他说就算赚败也不必感到失望 反而应该重振旗鼓 为国阵的青年党员树立榜样 八度空间邓穗金 吉隆坡报道